1395年,朱元璋发布了《黄明祖训》作为明朝治国的规范。在此训中,朱元璋将明朝周边的15个国家列为了不经济国。这15个国家分别是朝鲜。 据港伯尼文来不经济国分布,朱元璋将设不经济国,反映了中国作为农耕文明,对周边半岛、海岛的扩张不感兴趣。 寂静暗以来,中国已经将东亚大陆最适合农耕的地点占据,其内部物产丰富,完全可以可以实现基础。 周边地区就被视为蛮夷,就算占据了也难以开发,无法提供耕地、赋税和边缘,所谓四方注意。 所以,接线山隔海,辟债异于,得其地不足以攻击。 德西民不足以使令,中南半岛地形。 朱元璋认为,征法这些地区有消耗大量的人力。 火力,由于这些地方,线山隔海,地形齐驱,身体密布,想要征讨一定会出很大的代价,往往会损兵折价。 就算将基征服了,还要在此地驻扎大量的部队,消耗太多的财政,反而适得不偿失。 朱元璋列举了历朝历代新兵征讨周边国家的教训,尤其是元朝的教训。 在忽必烈时期,元朝市面出兵,远征日本、越南、缅甸、藻哇、战争等国。 这些地方地形齐驱,不利于起兵开战。 因此,元朝也是败多胜少。 元朝市面出兵,明朝则反其道而行期,对周边国家采取怀右汽车,吸引诸国前来朝贡。 不过元朝出兵并未没有成就,例如元朝出兵攻下了东北、赌波、大理和缅甸,使得版图扩大了不少。 明朝建立后,朱元璋也大规模派遣使者到达这些地方进行招负。 这些地区以依照历史的惯性而改终明朝。 比较特殊的云南,朱元璋想将大理国,列入布征基国,但是云南驻扎的蒙古军队威胁了明朝的安传。 最终,朱元璋还是出兵了。 朱元璋还向朝鲜解释了积极出兵云南的无奈,金方五都纳云南,我本不征法他,他却如常生变,与此无奈何去征大。 一万里远,接连着土藩一带,用热夺军马去守,有异于中国。 如果,征法之事,盖出于不得已,朱元璋一方面想继承元朝的版图,另一方面又不想武力改变,那就只能守住元朝廷下的一战。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例子是台湾。 当时台湾叫住刘九,元朝成败使者去招负,但使者被杀,此事不了了之。 朱元璋就回顾隋阳帝派兵征法刘九,最终奴役肃坚言而归的历史,说这事毫无用处。 同奥国立,如隋阳帝万兴失旅,征倒琉球,杀害一人。 焚己公事,俘虏男女数千人,得其帝不足以攻击,得其民不足以使令,独目虚名,记彼中途。 在朱使者,魏后时期朱元璋告诫子孙,周边的小国地理位置偏僻,体量太小,永远已无法对中国产生实际上的威胁。 唯有北方有牧民主,永远都是中国之患,正已出蛮蚁小国,主战远海,屁战抑郁,比不为中国患者,正绝不法之,为西北古荣,视为中国患,不可不仅被饥饿。 清等当地所言,基镇起义明后期殖民者对台湾的占领,明朝对此莫不关心。 朱元璋已经为明朝设计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外交计划,那就是团结周边的一切效果,安心对付蒙古。 然而,总是有个别的小国不愿意被纳入这个体系。 这个小国就是日本,明朝建立后,周边各国都向明朝称臣纳工。 唯有日本不仅不纳工,反而成中国为定。 日本率以灵符,寇略沿海,滨海之地,我最不受己爱。 朱元璋派遣使者到日本,结果也被日本售杀,见日本不肯妥协。 卧狗无法平息,朱元璋就下令实行海禁,关闭民间贸易通道。 唯有臣服明朝之国才能和明朝展开朝贡贸易。 中明朝一代,日本问题始终未能解决。 朱蒂时期,日本发生经济危机,不于行事向明朝朝贡,以求明朝的回斥来拯救危机。 结果,朝贡不久又发生了真贡疑,明朝只好关闭日本的朝贡通道。 到隆进开关时,明朝也规定禁止和日本贸易。 然而,禁止是禁止不了的,朝廷不允许贸易。 沿海居民就搞走势贸易,甚至成为了海盗。 明朝窝垢海盗盛行,和明朝的海禁政策不无关系。 日本不愿意向明朝朝贡,那其他小国愿意吗? 朱元璋必须思考这个问题,一旦明朝国力衰退,周边小国必然心兵攻击。 为此,朱元璋采取了,后往不来的朝贡贸易政策,也就是主要向明朝朝贡,明朝就围契几备价格的产品。 用巨大的经济利益来换取政治上的称臣阿贡,以求万国来朝。 天下一朵,朱元璋不征之国的政策,总体上被明朝历代皇帝继承了下来。 在延传年间,明朝放弃安南东北,大片国土挥手而弃。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继承了朱元璋不征之国的思想。 而静和下西洋,这是朝公贸易的典型体现。 当明朝的财力被耗尽,下西洋就被迫停止。 可惜,沉醉于万国来朝的皇帝对世界并不感兴趣,他们极满足于表面的天下来朝罢了。 而且是西班牙、葡萄牙、荷兰的积民扩张方形为哀。 当他们扣开明朝的大门时,明朝皇帝还以为太西的红毛们来朝供了。 不征之国,不仅没有成为明朝在海洋扩张的跳板,反而成为所使国门的岛链。